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 晨早新聞部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0月6日,禮拜日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是現證生效 今天最低氣溫26度 最高32度 大致天情和炎熱 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 吹輕微致和喚的東北風 國泰,又是你呀國泰 又出事 飛機急降東京 無端端 為什麼呢? 待會研究研究 另外看新聞看到很多宗屍體發現案 昨天有一宗 又說身份不明 又浮屍 昨天又說過一宗 連續幾天都好像有這樣的事 在我說新聞期間 在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叫什麼人來的? 沒有人知道的 真是不知為什麼 另外很多人去游泳 最近都在捉著夏天的尾巴 但似乎還是有些意外的事件 似乎是有個小朋友 男生遇歷救生員 極速救人 真是恐怖了 那就要小心一點才行 玩水上活動 另外會講一些健康資訊給大家聽 原來這樣吃 是可以防止大腸癌的 究竟怎樣吃呢? 待會兒要聽聽 聽了之後身體健康 詳細新聞內容 旺角製讀工廠 拘捕三男女 檢獲五十萬貨物 太子杜西住宅 兩名四十六歲姓劉 和四十五歲姓陶 本地女子 很多毒品 被拘捕了 天下太平 希望 越來越好 好 另外呢 嘩 爆格 屯門村屋叫槍 五十四萬財物被人偷了 昨天晚上九點 五十一歲女子報警 發現一個橫山路的村屋窗戶被爆 單位裏面有被人搜尋的痕跡 懷疑遭爆洩 接報到場 初步怎麼辦 有五十萬金器四萬元現金 這樣就被人脫掉了 有錢不是放在保險箱上嗎 真是奇怪 有些人喜歡放在家裡 買回來放在保險箱 買回來幹什麼 你們有空看看才過癮 就這樣說 有空戴手 真是容易被人偷 另外看到上環 中環 樓上健身會 就說 租林洪友 動機不明 恐怖的那些血 昨天晚上十點 就在這個 中環安蘭街 安慶大廈的豪華健身會所 玻環大門 中環安蘭 林洪友 上去看看 他說 沒有欠人錢 未知歹徒動機 八千尺平方位 裝修都裝了一千萬 一個頂級健身器材 上年才開幕 很大間店 無端端被人移動了 錢都沒問題 用了一千萬裝修 為什麼沒有紅油呢 會不會找錯了 哈哈 你知道吧 另一間真的欠人錢 當作是P仔 哈哈 另外有人吊著人尾 拿了錢 開他的袋 偷他的錢 三個印尼籍男女 七宗罪被捕 哇 你們香港人都要小心 你去提款 被人 把背包打開 袋裡的現金不易而非 屯門提了十萬元 吊著他的尾 然後警方針對部署 發現兩男一女的疑犯 原來喜歡尾隨市民 刑跡可疑 看準時機 下手偷錢 被捕人士都是印尼人 哇 拿旅遊證件來香港 專裁不只是說內地 專裁印尼也有 印尼文章 哇 五宗個案 別以為哪裏就特別 大機會 道道區區也有機會 上水旺角 將軍澳元朗 北角 真是 這個香港九龍新界 都去暈了 他是預謀地犯案 偷很多錢 已經偷了27萬現金 這麼賺到 這些都算是 在禁額來說算是比較成功的賊 3個27萬 每人分到九皮 這個比上班更好 但現在被人拘捕 拘捕他 香港警察 厲害 另外再看看 嘩 怎樣 很多人 躲下了 梁景邨男子 住所 暈倒當場 死亡 剛才凌晨2點16分 姓道的男子 45歲 被家人發現 在屯門梁景邨 梁華樓 單位暈倒了 救援人員 接報到場 發現他 證實死亡 警員調查 將案件列作屍體 發現案 死因有待 驗屍後確定 無緣無故 又是一宗 真是可憐 很多 雲段 加坑灣 加坑灣 西灣河 有個女人跳樓 在剛才凌晨4點09分 加坑灣 保安 經文一聲 碰 隨聲查看 發現女子 昏迷到我平台上 懷疑從高處墮下 於是報警 救援人員到場 證實事主已經死亡 警員登樓調查 證實是60歲內地女子 在這裡住 初步相信事主由上指高處墮下 警員於現場沒有發現遺書 死者 要驗屍後確定死因 真是恐怖 凌晨時份也好 至少沒有人走來走去 但有些下午就麻煩了 當然做這件事相當不好 萬劫不復 不好 好 昨天說到 這個還有很多人關注 有些更新 八鄉 十四歲 單車 學生 被車撞了 校服染血重創氛圍 批排司機激動報警 當時看畫面 原來有人拍片 有人拍片 拍到司機衝下來 哇 死定 哎呀 他說 I killed the kid 這樣 講英文的 那個司機 I killed the kid Oh I'm go to jail 死了 要坐牢 這樣 其間有圖人 看見意外形容 傷者 哇 很小 接著他有講英文 大喊 Somebody get an ambulance fast 即快些找人 派救護車來 哇 情緒激動 他說我玩完了 有圖人叫司機 Relax Don't worry 放鬆 放鬆 不用擔心 他說 私家車司機 其實 就是跟一些 接報人員在討論 哦 他在說電話還是什麼 他說還在這樣 他說不是 在報警 在報警 當時 他送去博國醫院搶救 呼吸默搏 就恢復了 原來他一度斷了氣 所以那個 司機下去 檢查那個年輕人的時候 哎呀 Fuck I killed the kid 這樣 為什麼那些英文是這樣的 整個單字 這是什麼人 沒有寫的 只是說他批牌 不停說英文 看過後尾枕 就像黑人 那我就不清楚了 沒有寫過是什麼人 那些英文很 整個字 整個字出來 好 另外 年輕人的意外 一單接一單 石奧泳灘 男生 莫氏 紅旗落海 遇險 救生員 救人 趕快救回 很專業的救生員 下次沒有這麼幸運 知道嗎 小心一點 做人 紅旗落水 四分鐘片 原來是星期四 那時候 因為紅旗 十幾歲的年輕人 和親友 離岸近二十米 長泳 遇歷 海中再浮再尋 四個救生員 看到這樣 撐著什麼 救生浮標 落海進行拯救 那些叫救生油浮標 岸邊有救生員 準備拉醒救人 30秒 立刻把他扯上來 期間巨浪撲雷 幸好安全把那個年輕人 帶回岸上 那些拍片者形容 幾秒功夫仔 救生員 極速跳下水 就搞定 發現 撈到人 也不用一分鐘 說他們 真是 香港很有效的救生團隊 救到人 救到人 救不到人 真是嚴重的 是啊 有時候都是很幸運的 紅旗遊水 其實這樣就是 沙灘規例 犯了 一經定罪 可以罰兩千 和監禁十四天 是啊 硬來 命都沒有 好 之前 估計機 是什麼 鍾爾炎 原來 現在報道說 親耳朵也會出事 看你什麼親耳朵 有口水 有些心癮 生條來 奶耳洞 當然是細菌感染 沒有玩到那麼大 鍾爾炎 通常是流行性感冒病發的 黏膜产生过多分泌聚织中耳内,加上病毒细菌感染 就形成急性中耳炎 提醒用棉花棒,或者耳挖採耳也要小心 以免不干净的水流入中耳 中耳教路,患了中耳炎,平时有些情绪抑鬱 打工仔也有机会 古具机那天洗澡,右边耳朵刺痛 明天扛应物也無기로,醒来就不增加改善 就能看待医生指出新冠毒感染 所以要定期自己的是自诊度分解 有医生指指的病毒感染 Files用只可咱伙吼也吞出色 setsillsize 口水多 但耳屁差不多 飛機急降劃情侶在耳朵四周親吻 會不會呢? 有機會呢? 四周周圍你不是口水進去 應該都沒事的 有些人喜歡心心一吻 但哪裏都大大力 真是恐怖了 講講國泰飛機又出事 A350客機 有乘客不惜 急降東京羽田機場 原來本身是香港去美國紐約 出發之後 懷疑途中遇到突發東西 不舒服 救人一命 飛機降落 在東京羽田機場降落 國安排送院治理 國泰就事件對受影響顧客 就深表協議 感謝他們的體諒和理解 是 還是你們是追著國泰的新聞來報的呢? 沒有理由其他人都沒有 沒有理由每次都是國泰的 奇怪 攝氏空中巴士A350客機 編號CX840 是呀 沒事就可以了 最重要 但飛機就延誤了 好 另外看看 喂 那些小朋友說飛機 看到一些影片 真的很恐怖 有些人喜歡坐飛機時脫了一隻鞋子 拿一隻腳去撩下飛機的擋光板 有沒有肉酸一點 就是這樣 很無疑態 身體的腳這樣夾去 別人就拍了影片 因為幾下都做不到 那些人就拿手機出來拍他 拍到這些怪異的行為 很無功德心 沒有禮儀 那些臭腳來的 你自己那隻不臭 你可以選腳指 但別人覺得臭 拿來這樣 搞飛機那隻槍也有 真是 惑鬼突 好 另外說一下這個 這個什麼 浮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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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不明 整天都有這些新聞 為什麼呢 我這陣子都說了幾十宗 真是害怕 在哪裡 哇 香港水域 周時都有 不知道為什麼 身份不明 很難說的 沒有話可說 如果這樣搞 對 又說要查一查 這些 但是香港這麼大 你說大又不大 又不小又不小 那你很難 就是要防止這些事 裝多幾隻天眼 在岸邊 但你浮來浮去 你又不裝得那麼多 對吧 那些新聞真的很難說 那些新聞 那 希望 少一些這些事 不然 也不知道怎麼辦 是 好 待會找到詳細 再跟大家說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新聞 又可以不見了 是 啊 現在香港還是這麼熱 天程炎熱 最高32度 有些咒語 那樣 因為呢 因為這個 日本已經是 轉了糧了 是啊 我又急著 買一件封衣 但是買不到 是啊 這個貪靚 什麼款都 不適合自己 那樣好像 好 看一條浮屍 在龍 這個龍谷灣海面 唉 昨天 吵到的 下午2點42分 行山人士報警 20米海面漂浮 40至50歲 左右 當場死亡 遺書也沒有 身份證也沒有 哎呀 真是恐怖了 好 讓大家身體健康 說些好事 你們聽聽 那些人經常很怕大腸癌 因為呢 大腸癌是香港 一個都發病率很高的疾病 現在 教大家 他說呢 大腸癌 有人就是 由大腸蜥肉那裡引起的 一個五十幾歲的男子 連續接受三次大腸的檢查 每次都發現有十幾顆這些蜥肉 確診有大腸癌 後來醫生建議他 增加蔬菜攝取量 將所有肉食 全部都沒有了 是啊 痊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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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殷的痊癌 痊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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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齊癌 肓油 只剩下五顆 齊癌 рыb 痊癌 吃魚是否可以防癌呢? 在外國研究過15年 英國、法國和德國10個歐洲國家 52萬名參與者追蹤他們的飲食習慣 魚類、攝取糧和種類發現 每個星期攝取魚類、貝類 超過357克 大約兩至三份的人 每個星期有些是少於65克 即是吃得少的 多和少的 多的是很少風險患有大腸癌 原來每個星期攝取100至200克的魚類 大腸癌、直腸癌的風險會降低 原因是它當中含有Omega3 不飽和脂肪酸 還有那些魚有維他命D、維他命B12 都有這個可能 就是幫牠降低的 還有你吃那些牛呀 或者是那些加工肉類呀 令到有些癌變 吃少了菜 蔬菜也是好東西來的 總之是多菜多魚 叫人多舊魚 多舊魚就好了 大腸癌症狀 持續變臂 又不行 持續輻射都不行 即是 谷柱和整天鱷都不行 鱷完之後仍然想鱷 大便後有便宜 大便帶血 呈黑色 帶黏液 直腸出血 分辨呈成幼條形 說鱷出來很細條 也不行 是要正常的 其他特徵呢 身體體重下降 腹部發脹 腸狡痛 手腳冰冷 累 心跳加速 氣喘 面色蒼白 頭暈 八類人高危 家族史 家人有這個 有大腸息肉的病史 有吸煙喝酒習慣 身體肥胖 缺乏體能活動 進食大量紅肉加工肉類 和平時小食纖維 大家聽完之後應該就明白了 容易就是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真的有很多方面 要自己好好養生才行 否則老了就淒涼了 有些人不能老了 現在說全香港超過70間安老院 接獲1802宗違規警告 怎樣違規呢 有什麼 虛假資料報 僱用員工不足 被三次定罪 都不夠人手照顧老人家 唉 真可憐 香港人口老化 香港還要老化 想找年輕人照顧也不行 始終有點外傭 香港人只剩下錢 以後如果老了 要自己練功 否則真的很麻煩 很麻煩 肉身被人左扔右扔 很可憐 又去醫院檢查 又去老人院 人家幫你洗澡 又怕你跌倒 行都行不下去 很可憐 所以 年輕人要練功 我也在練功 現在先練睡覺 原來睡覺也很重要 昨天睡得很好 我終於說了 說老人家 十國裏面有一個有腦退化症 專家指 不知道自己有腦退化症的 以萬計 可白似乎 是啊 虧了也不知道 那個腦 壓力 我昨天看了一段影片說壓力 挺好的 解釋了怎樣 排解壓力 原來一招很好用 壓力這麼無形的東西 五仔一定說 閃定的那些 這是其中一個 原來流汗是可以的 把那些 皮質唇在汗液流出來 我稍後再跑一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原來濕粒粒可以把那些 壓力排出來 這個很好 另外要睡得夠了 你有壓力 腦子會彎 彎了就不知道怎麼搞 沒得搞了 不得真人 就會 腦退化了 腦退化 十個七十歲以上的長者就有一個腦退化了 是的 明白的 看得出的 我們經常看那些 一肥一老的網紅 老的網紅也是 他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以為他是精靈 退化了 連基本的分辨能力也沒有 以萬計長者 腦退化不自知 嘩 這個有沒有得意 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 因為那時候 聽說過 人需要很多微量元素 家人沒有腦退化 這個跟 遺傳有關 但是他們吃很多薑蔥蒜 他有一點關係 另外一件事就是 持續學習 那個腦子 有那個連繫 跟一些 新的東西 每次都有一些 即經常有新的東西去連繫 有些人是停止學習的 很多人讀完書之後就說不用學習了 每天做一些機械式的東西 那個人很容易 腦子歪了 是啊 真可憐 歪了 不是說笑的 我認識一些很close的 腦子歪了 你們都 認識的 不過不說 另外 看看 屯門交通擠塞 政黨主張大調 大幅下調 大攬隧道收費 哦 因為那些人不敢去嗎 貴嗎 那就搞到塞了 是的 有路沒有人走 有路就迫爆人 要吧 不是浪費了 剛才不是說了一堆跳樓嗎 還有一堆 真可憐 天水為男子 墮樓昏迷 宋怨不治 昨天6點11分 天日穿日逃流 六十歲姓陳男子 哇 真是有一宗 還有 秀茂平 這個69歲姓蓉的 母親 在秀茂平曉光街 御所房間 用布帶上吊 哇吊頸啊 女兒揭發 可惜太遲了 遺書也沒有封 死因有待驗 之後確定 真是真是陰功了 真是 另外 剛才說的那些老人家 是不是 生命的手他人擺佈了 老了如果不懂事就 現在說的院舍 派錯藥 經常派錯 什麼 長者 就肚鴨 反而吃了 赦藥子鴨 這樣啊 幫他還是害他呢 長者是肚鴨的 應該要派子鴨藥給他 那就是兩體 你講這個例子 因為本身 我講一些醫理給大家聽 他肚鴨在排毒 紫鴨他的毒都冤枉在裡面 你給他赦藥吃 但是這樣很容易虛脫 容易虛脫 你給他赦藥排得厲害一點 毒快點排出來 但是老人家未必受得 很難說 因為我當時肚鴨 不過我也是的 喝點東西下去 讓他肚鴨清一點 我自己也是 然後就很快就好了 我自己本人就是這樣 但是不要亂吃 瀉藥 瀉藥亂吃 很傷身 我吃的那些是很健康的 蒲公鷹那些 那些很健康我吃的那些 你不要問我哪裡買了 是說緣份的 說也不能買 在泰國買的 但是告訴你 在香港 人口老化 那些老人院 胡亂來 吃錯了也不知道 因為人少 人手少 粒粒亂 現在的報紙 就說 你香港人 這樣搞法 怎麼辦 我跟Ivan Sir有提及過 不如開一間老人院吧 真的這樣 然後想一想 都是 為一些招呼人 是一件很難的事 開一間老人院 自己也有得玩 因為自己也有得進去住 要進去住的嘛 遲早都 是不是 所以 不知道了 大家的命運 最重要呢 做多些運動 讓自己聰明一點 不要那麼快 先走到那一步 就這樣吧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 拜拜